郭德纲曾经说过 想当年别人怎么排挤欺负 他觉得都无所谓 就是自己养大的孩子 回头咬你一口 那才是真伤心 这句话针对的是谁 毋庸置疑 就是曹云京 曹云京是郭德纲 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 可是后面的事情 大家也清楚 曹云京和郭德纲 曾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你觉得曹云京 是伤郭德纲最深的人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严格来说 郭德纲最疼爱的徒弟 不是曹云京 而是何云伟 郭德纲没收过他学费 没有打骂过他 在他身上吓得功夫最多 捧得最多 把自己师弟李京 给他做搭档 郭德纲不在 压轴演出的就是何云伟 所以可见他的地位 说真的 如果没有郭德纲 有谁会知道何云伟是谁 何云伟爱吃鱼 师娘王慧就总是给他炖鱼 不来家还给做好了 送到剧院后台去吃 何云伟结婚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师娘帮忙张罗的 买房前首付 酒席前也是王慧出的 可见这样的感情有多好 而在2010年的8月份 德云社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曹云京 刘云天 何云伟 以及李京选择出走 在那之前 德云社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郭德纲非法圈地 以及徒弟打人 闹得沸沸扬扬 一度让外界觉得 德云社要关门了 让所有人们想到的是 郭德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爱图曹云京 何云伟选择出走 选择离开这个让自己大红大紫的地方 过去的11年里 何云伟的发展 大家有目共睹 一开始还可以 最起码 有电视台邀请录制节目 也有地方可以演出 后来 何云伟的相声道路越走越歪 拜师侯耀华 直播喊话郭德纲要改名字 在微博上多次内涵恩施 甚至诋毁德云社 这么说吧 何云伟把自己回德云社的路给堵死了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很少听到何云伟的动静 本以为 从此娱乐圈不再有此人的时候 人家发声了 9月28日 何云伟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长文 标题是昨天与今天 看名字就知道 何云伟想要总结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了 文中 何云伟回忆了自己上学时期的往事 是如何被老师嘲讽的 是如何成为反面教材的 之后 何云伟谈到了拜师郭德纲一事 本以为何云伟不会喊郭德纲师傅 毕竟他们早已没有了关系 结果却是 何云伟一口一个郭老师 喊的那叫一个亲切 文章中还晒出了自己和郭德纲 以及德云社老少爷们的合影 这问题就来了 这样的文章内容以及合影 难道是何云伟意识到自己错了 要返回德云社了 不可否认 郭德纲说过 德云社是何云伟和曹云金的家 只要他们愿意回来 随时为其敞开大门 但何云伟做了那么多 有损德云社名誉的事 郭德纲真的会让他回归吗 答案是 绝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何云伟的人设已经崩塌 七师灭祖的标签早就深入人心 人设对于艺人来说 比你的艺术造诣还要重要 郭德纲断然不会让这样的徒弟回归 另外何云伟已经拜师侯耀华和郭德纲是同辈人 是可以直呼师兄的 如果何云伟回归 岂不是岳云鹏 张云雷 张赫伦等人的诗书 如果真成那样 估计德云社要成为媒体眼中的笑话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 何云伟在发文十分钟后就选择了删除 想必也是觉得不合适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当下的何云伟 日子不好过 酱性脑 只 получится Agreed